苹果手机上的大视频大文件如何快速通过无线网的方式传到Windows电脑 首先我们先找到视频 进入照片 最新拍的这个六分钟的视频 然后点击左下角的分享 然后找到这个存储到文件 然后点击返回 来到文件的这个目录 这里有一个共享 进入共享 然后进入这个手机共享 然后能看见有四个文件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存储 这有一个文件正在转圈 现在通过无线网的方式再传输 这么快就传完了 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 对苹果电脑可以用按压照 但是如果你用的Windows的电脑就不行了 可以用共享的方式 我们刚才在文件里看见的 这个连接共享服务器是怎么创建的呢 是这么创建的 点击右上角三个点 然后点击连接服务器 然后呢输入下面这一段 前面的SMB可以不输入 就输入这个Windows电脑的IP地址 192.168.50.107 然后输入用户名密码就可以连接了 那在连接之前呢 我们要在电脑上要先共享这个文件夹 首先我在C盘 先创建一个手机共享的目录 然后点击右键选择属性 这有一个共享 然后这有两个共享 第一个共享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是用户名 还有一个veryone 一个是所有者 一个是读取写入权限 下面的高级共享 共享名称手机共享 这里有个权限 rv1给了所有权限 这是管理员也是所有权限 就是这样的 那电脑的IP地址是什么呢 点击Windows键加R键 然后输入CMD 这有一个命令行 在命令行里输入IPConfigure 就能看见当前的IPv4地址是 192.168.50.107 这就是这台电脑的IP地址 是内网的 它的原理是用iPhone手机 去连接Windows11的一个共享文件夹 把文件传出去 每秒钟的速度 我看一下文件是多大 这个文件大小是1个G 大概用了几秒就传完了 它完全依靠的是内网的传送速度 我这台iPhone14的WiFi5G连接速度 是1.2G 这个电脑的连接速度 应该是2.4G 它的平静是1.2G 每秒钟五六十兆 差不多就是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是够用的 比USB2.0要快要稳 我之前还分享过一个视频 如何把小米手机里面存的文件 用这种方式传到Windows电脑 它用的是FTP的技术 那个已经做过视频了 好就分享到这里 这个速度是4.0G 这个速度是5.0G